2022年1月3日 香港第七屆立法會90名議員 在國會下完成宣誓 這是香港完善選舉制度後的首屆立法會 1月11日 一國兩制下香港的民主發展研討會 在北京舉行 約會專家表示 這對香港由亂倒置 開啟梁正山市新局 具有重大意義 實踐證明 新選舉制度所具有的 廣泛代表性 政治包容性 均衡參與性 和公平競爭性的特點 優點 凸顯 形成了特區選舉的新氣象新文化 徐澤表示 中國的國體和政體決定了中央政府 堅定在香港特區發展民主 香港的民主發展要以特別行政區限制基礎 及見機其上的限制秩序為前提和依規 檢驗這個制度的標準 就是看他能否 有效的維護特別行政區限制秩序 不斷的鞏固特別行政區限制基礎 只有鞏固好維護好 特別行政區的限制基礎及限制秩序 才能把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落到實處 才能真正切實保障 香港同道 作為國家主人當家自主的權利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王正銘表示 多年來香港民主發展中有兩條道路 其中一條是破壞線一直扮演著攪局者破壞者的角色 實踐證明有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主導的一國兩制下 香港民主發展的 這條大路 才是香港民主發展的正路 正道 沿著這條道路走下去 香港不僅 會享有優質的民主 困擾香港多年的經濟民生問題 也才能得到 徹底的解決 全國人大常委會 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慧珠 以獻上方式參會 他表示 英國在香港實行殖民統治的性質 決定香港不可能有民主 港英政府在800多年的殖民地統治 從來都是反對選舉制度的改革 反對在它的管制造構裡面 注入任何的民主成分 但是依旦香港回歸中國的前途 獨定 它就迫不及待的 啟動並加快 代以 政治的改革 也增加了未來行政區的管制 一些不穩定的因素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 譚耀宗表示 泛州亂港勢力及其背後的外部敵對勢力 是阻礙香港特區民主向前發展的罪魁禍首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指出 香港民主發展 必須符合香港的實際情況 方能在一國兩制的框架內 茁壯成長 當天 來自中央有關部門 和港澳特區政府代表 內地 香港 澳門有關社會人士和專家學者 100餘人出席 與會代表圍繞中央 關於香港民主發展的原則立場 香港新選舉制度 及其實踐進行專題研討 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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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